善无都是意 六道都是报 三善道 感的善意 佛报你 你是你想佛 想佛就是果报 你的善意的果报 如果造成罪业 那就信三土 那时候苦 你要叫受苦 受难 受苦受难 苦报 统统是报 那换句话说 六道轮回一夜 最好是别走 怎么不走 行善造物 不要放在心上 就是不走 不走的人 清净心 先前 清净心 先前 就是真果 消成果 同时神通 又陷进 出国 就有天儿天眼通 二国 又加上 他心 俗命 四中神通 四中神通 三国 加上 神通 变化 神足通 四国 再加上 漏尽通 尽死烦恼 断肯尽度 无论在家出家 要学这个法门 在家人修行成功 比出家人高 为什么 出家人远离经济 你的清净心 在家人不理 他那个清净 比出家人高 多了 这个经上 在家 等级菩萨 十六个人 在家菩萨 出家的 只有三个人 出家 表法 文书 普行 文书 米勒 这是三个 贤乎等 十六正四 跟文书 米勒 是平等的 所以这个道理 要懂 你明白这个道理 不敢轻视 在家人 让我们养成一个好习惯 谦虚 尊重别人 这是德行 这是善意 傲慢 其土 这是沃业 沃业当中 最土的 所以他干的是地狱 非常好习惯 非常好习惯